贝多芬的经典名曲竟用柳琴弹奏 他是佐藤医生 虽然一名取的是日文名字 但可是架杠的台湾人 在直播版美国达人秀亮丽登场 只见他尖奏患上钟软 只见不断跳动 评审看得默瞪口呆 不停发出赞叹声 这还没完 最后他拿出三弦 为两分钟的表演来个完美ending 评审都站起来鼓掌 一首组曲结合三种乐器 佐藤医生在全世界25名好手中 夺得第一名的荣耀 他念出台湾两个字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连那个主持人他们都站起来 然后幕后的人也都在拍手这样 然后其实我看到那一幕 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有一种被认可的感觉 佐藤医生证明国乐可以很流行 很摇滚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参加达人秀比赛 他开心在脸书分享 网友纷纷留言赞赏 为国争光太厉害了 台湾的人拿着传统国乐器 然后可以演奏这么高超难度的歌曲 应该对他们来说 就是真的非常的稀奇吧 佐藤医生本名萧一婷 是音乐科班擅长国乐 接受过乔委会的邀约 到美国出席台湾中巡回 还在30多个国家表演过 从小就接触国乐的他 已经有20年的表演资历 也是大陆知名中人演奏家 逢满天在台湾的唯一弟子 佐藤医生打破刻板印象 用国乐演奏摇滚流行歌 他说要继续努力 用音乐让全世界的人 都看见台湾认识台湾 东森新闻高中张弦云在台中的采访报导